前堂江形成的一線潮 每年中秋大陸 不少民眾就是要搶看 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潮的前堂潮 不過今年這個地方 卻讓大家鋪了空 這個已有380多年歷史的 這個戰傲塔呢 可以說是俯瞰前堂潮的絕佳位置 不過今年卻因為整修工程 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今年這裡是不是 好多地方都在維修 不開放 因為頭風情節也在維修 好 那你們這樣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雖然觀潮景區不少景點都關閉 整修票價還漲了三倍 遊客人願意掏錢買單 小職業者更是雨露均沾 無論是肥額不滅的鋼肉 還是用了8種新鮮食材的八寶鴨 這些當地的特色菜 讓不少掏客聞香而來 中秋節過來放假放鬆放鬆 八寶鴨 中秋節嘛 然後我們過來看炒 然後聽他們說這邊的什麼八寶鴨 還有一個鋼肉都很不錯的 所以我們特意過來嘗一下的 賣的多幾成啊 跟平常點 多三倍吧 比平常多三倍吧 或者羞腾腾的美食 買氣旺 一捆捆奇特造型的蕎麥酥 也成了遊客走馬看花石的臨嘴 一條短暖的特色小世界 跟著潛塘潮水 商機湧現 知名新鮮演配於浙江採訪報導